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购游戏中的网路数据在日前得到了全新的更新 我们该次影片就稍微针对一下有关目前购的网路数据 更新的一些部分资讯还有向前稍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以及分析吧 影片正式开始之前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等等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资讯呢 只是目前在Go的网路数据中查看得到 并未正式落实在Go游戏中 所以奉献各大观众和训练师们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 那最主要还是以这个官方热喉的消息为准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看 那最主要在该次的网路数据中呢 出现最重要的资讯之一就是有关即将会迎来 这一个名为Luminos XY的活动 那看到XY的字眼其实不难想象 最主要就是指向于六代的这个宝可梦 也就是泽尔尼亚斯以及伊菲尔塔尔 相关的调查任务方面目前看到是有两组的 那两组都有各七个阶段 那分别是对应的应该就是完成过后 可以入手的尼亚斯或是说伊菲尔塔尔 目前比较值得好奇的就是到时候推出 这两个传说宝可梦的限定调查任务 是否两个限定调查任务都可以让训练师们去接取 然后入手两只传说宝可梦 又或是说官方会跟之前一样就是 只让训练师们去选择两个限定调查任务中的一个 也就是泽尔尼亚斯以及伊菲尔塔尔 两只传说宝可梦只可以入手其中一只 那除了刚刚所提及到全新推出的这个限定调查之外呢 那目前在最新的网络数据中也发现了全新的徽章 那徽章的话最主要就是要求训练师们去扫描 使用这个AR的一个技术扫描 这一些补给站或是道馆然后可以入手到对应的一些徽章 还有就是程式码中也有显示到 那每一天可以扫描的这一些补给站或是说这个道馆是有限制的 那这方面可能就是限制部分的一些训练师们 防止他们一天之内就将这个徽章升至最高等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在Go的网络数据中发现到最新的一些全新资讯 那目前还不确定官方何时会开放 但是根据预测的话呢 目前观看到这个Go游戏中的活动也就是传说季节 距离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那极大可能性官方会在最后的一两个星期里面 也就是传说季节活动期间 去开放这两个全新的六代传说宝可梦 让训练师们开始迎接全新的一个四代的一些宝可梦也说不定 反正如果日后有收获到更多的一些资金 我们会在此拍摄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了影片时间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言论呢 减果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小偷们所以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